美好的篇章从飞艇失控开始 就在要到达最后决赛地点时 出现个头顶绿油油的少年 他叫做乃亚 控制飞艇降落到巨大航母上 众人进入航母内部 突然光芒开始闪烁 海马集团的舞巨头出现 之前他们化身五头神龙 被海马与游戏联手 召唤究极龙骑士击败 意识被困在虚拟世界中 之后他们被乃亚找到 要向游戏与海马复仇 突然一个曝光特效 脚下就出现了黑洞 众人纷纷掉落下去 被分别传送到虚拟空间中 乃亚小伙就在主控时操作一切 游戏被传送到一个湖边 水中出现怪人 他是五巨头之一 因为一时被困 失去了肉身 所以只能用怪兽代替 只要击败游戏 就可以夺舍游戏的肉身 于是要向游戏挑战 正好王样的排银也来了 打牌搞起 因为是乃亚的虚拟事件 王样不能用自己的牌 只能重新开组 天然优势没了呀 原创剧情没有神出场的戏份 还有新增的一个规则 需要挑选一张怪兽卡 作为牌组统领 游戏刚想选黑魔岛 栗子球就主动跳出 王样刚想换 栗子球表示你看不起我 王样旗感 就指着你挡伤害呢 于是栗子球当上了牌组领导 而对面的牌组统领就是本人 深海战士 刚覆盖一张牌 就开始一直叫唤 他表示要叫王样打牌 轮到王样 难道有鼻孔狐还厉害的招数吗 召唤阔别已久的炮灰箭矢 覆盖张牌就开始攻击 因为曾经是海马集团的高管 还和王样讨论起了文艺复兴 王样表示一脸懵 这人是画牢吧 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召唤一只怪兽 王样很无奈 头一次碰见这么能说的 好好打牌不行吗 融合召唤齐美拉 在口湖发动速攻 连卡都懒得硬 直接发动攻击 就在这时 对面发动牌组统领的特殊能力 将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可以将怪兽的攻击反弹 王样惊了 就这样被齐美拉撞掉生命值 并且生命值还能造成实质伤害 这时小表出现 表示要去找同伴 王样表示那就速战速决 栗子球再次证明了 自己是神卡的身份 因为刚才发动了特殊效果 画牢台面上没有怪兽 王样果断下令 炮灰箭矢来活了 一箭就砍了下去 绿色愚人受伤 然后就要开始玩骚的 因为受伤所以能召唤怪兽精灵王 星多攻击低 意味一定有骚效果 受伤就能从牌组中特殊召唤 而这个人是真的喜欢海洋生物 又召唤个土黄色的水蜥蜴 攻击这么低 所以他的效果是 让对手下回合不能抽牌 并且支付800生命值 召唤个带白色胡子的蜥蜴 一闪的爬行类 画牢又开始了 因为自己牌组统领能力挺强 就开始嘲讽起了神卡 王样表示没关系 一会给你编个效果 画牢结束回合 王样日常想神抽 我靠 忘了这回合不能抽牌 这时画牢再次开始 和王样烙起了孙子兵法 王样受不了了 就要让炮灰剑士开砍 画牢再次发动统领能力 反弹炮灰剑士的攻击 王样被砍得直翻白眼 于是开启风中残竹模式 本以为统领能力发动之后 对面场上应该没有怪兽 我靠 哪来的怪兽 画牢开始编效果 原来精灵王进入目的 就可以召唤两只怪兽上场 王样有点慌 这样排阻统领的能力 就可以一直的发动 眼看获得优势 画牢嘴炮继续 刚嘲讽完王样 又开炮力神球 然后召唤面具怪兽 攻击炮灰剑士 轮到手中无牌的王样 神抽彩虹桥 王样表示老子没印这张卡呀 突然栗子球开始呼唤王样 王样一脸懵 这时小表出现 覆盖完你再编效果就行 王样感觉有道理 覆盖在场结束回合 轮到画牢 发动给死者的忌品 破坏奇美拉 王样不甘示弱 因为奇美拉的效果 可以召唤巴风特上场 画牢表示没什么用 将怪兽当作忌品 召唤减一百蛇神移 轻松击破巴风特 这下王样场上没有怪兽 画牢以为他赢了 让精灵王发动攻击 这时神卡发动了 再次拯救世界的栗子球 画牢不信邪 给我继续攻击 一阵浓烟升起 栗子球毫发无损 而游戏好像变暗了 原来刚才是牌组统领的能力 也就是繁殖卡配栗子球 这时游戏倒了下去 王样表示打牌还得我来 抽卡 王样神抽了 于是开始嘴炮对面 让老子教教你怎么玩牌吧 发动魔法卡 彩虹桥的祝福 装备到栗子球身上 彩虹栗子球登场 在空中画出一条彩虹 接着王样召唤盖亚 接着编效果 彩虹桥可以越过对面怪兽 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于是马踏彩虹出现 王样趁现在解释 因为是直接攻击 你的牌组统领能力无法发动 画牢中招了 真的不能发动吗 王样表示没错 盖亚螺旋枪杀 王样推门走了进去 我靠 是迷宫 画面转到杏子这边 已经和穿西服的企鹅对上了 这个企鹅要夺取16岁杏子的身体 这是一只不正经的企鹅 不光穿着西服 还缠16岁少女的身子 强迫杏子与她决斗 因为之前Cosplay过 所以选择黑魔刀女孩作为牌组统领 色批看见是两个美少女 更加的兴奋 于是打牌搞起 杏子先手召唤怪兽 然后结束回合 轮到企鹅 召唤海红蛇 因为牌组统领能提升攻击力 杏子偷摸覆盖张牌 等待对方发动攻击 但这企鹅眼睛比较宽 注意到杏子的小动作 正好手上有魔法卡 发动大寒波 冻结所有覆盖的牌 之后海红蛇一口咬美女怪兽 随着生命值降低 杏子的小腿被动住 这又是一场赌命的决斗 在这冰天雪地里 只穿了条白丝的杏子 被动得瑟瑟发动 突然小表心灵感应发动 本想去救杏子 但牌引这事犯了 要和大门里的怪兽打牌 杏子只能继续坚持 企鹅骚的一批 要把秋裤借给杏子穿 而杏子表示 只要风度不要温度 抽牌的手抖得不停 这时黑魔导女孩 给予杏子鼓励 想想游戏是怎么硬卡的 杏子秒懂 将牌举高响啥来啥 发动给死者的忌品 破坏掉海红蛇 然后召唤火女巫出场 杏子不急着攻击 先换化个火圈 烤烤火温暖下 真是够了 这不是虚拟影像吗 发动火女巫的特殊效果 点燃企鹅双手 燃烧对方800生命值 杏子表示还没完 让火女巫发动直接攻击 满天火球砸向企鹅 但皮后不好烤 生命值降到2200 并且身体也开始结冰 但这俩人是菜鸡互卓 单纯的比攻击力 企鹅召唤本命鹅子 再配上装备卡提升800分 一箭砍为火女巫 这下烤火发动机没了 整个大腿被动住 杏子只能被动挨打 现在已经到了绝境 那就只能靠神抽了 你知道吗 除了硬卡和口壶 还可以借卡 就在刚刚 杏子被逼入绝境 于是开始神抽 可惜不是亡样 怪兽攻击力比不过对面 这时黑魔导女孩开始提示 想想游戏这时会怎么办 果然回忆沙发动 召唤魔导师 接下来凭空造卡 发动魔法师之书 提升500攻击力 但企鹅怪兽攻击力是2200 于是杏子开始赖皮 效果是什么都不说 刚打完牌 就看到了杏子 想出去却被兵墙挡住 而杏子现在玩得挺嗨 取得优势就开浪 让魔导师发动攻击 击破对面怪兽 就在这时企鹅开始大笑 发动魔法卡复仇牺牲品 将杏子的魔导师作为祭品 召唤防御高的铁壁冰山 并且也开始玩来 一回合召唤两只怪兽 还可以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亡样大喊作弊 可惜声音传不出去 杏子眼看就要动成冰棍 黑魔导女孩发动统领效果 吸收墓地中的魔法族 可以让杏子抽相同张树的牌 有了 是不知道效果的卡 杏子艰难发动 这十名场面出现 游戏的决斗盘开始发光 黑魔导出现在眼前 冰墙瞬间崩塌 黑魔导落在杏子的决斗盘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卡 企鹅都懵了 这黑魔导哪来的 而且怪兽卡还有自己的意识 不用玩家下令 试图联合就发动了攻击 不光打破守备怪兽 还只取对方玩家 这他喵的不是守备状态吗 为什么要扣生命纸 企鹅带着疑问消失 性子力竭晕倒 醒来时看见游戏 现在就该主动 至此游戏抱得美人归 轮到城之内 他出现在孔雀武的病房中 他也想抱得美人归吗 孔雀武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城之内刚想做点什么 孔雀武突然动了 原来穿着衣服啊 城之内刚想解释一下 孔雀武突然变成了大叔 还跟城之内进行自我介绍 是五巨头之一的大刚律师 接下来环境发生变化 大刚稳坐审判袭 城之内则成为被告 他喵的律师不应该是做辩护的吗 大刚则开始变身 牌组统领为审判官 城之内咬牙切齿 坏了他跟孔雀武的好事 他要好好教育下这个人 果断组成赌王卡组 并选择火焰剑士作为牌组统领 看人家这统领多上榜 主动告诉玩家统领能力 可以将自己的攻击分到指定怪兽身上 城之内感觉和能力很牛掰 上来就给钢铁战士增加攻击 直接搞掉对面怪兽 大刚也是没想到 城之内用统领能力用的挺嗨 这一脸自信表情 继续搞 召唤若鸡怪兽 然后继续用统领能力 将攻击提升到1700分 若鸡怪兽拿下人生一血 这样大刚场上就没有怪兽 城之内果断发动攻击 看着给对面都砍流汗了 城之内十分的膨胀 手指对面异常嚣张 大刚召唤神圣精灵 并且他要玩真格的了 城之内现在排打的正嗨 召唤火箭战士出场 就准备发动总攻 大刚紧急叫停 发动统领能力 支付1000生命值 除外对面场上所有怪兽 并且每只扣出500生命 这时游戏与性子突然闯入 城之内表示你俩吃瓜 看我干翻他 覆盖地狱的陷阱 对方召唤1500分以上的怪兽 就可以消灭 事情也按照城之内的剧本走 大刚发动融合 召唤怪兽卡奥斯温莎 我靠 还没到1500分 这垃圾怪兽 接着大刚发动 冥界的事法审判 并且给卡奥斯温莎 编出个速攻效果 大镰刀差点没给城之内送走 生命值仅剩1200 并且冥界的司法审判效果是 当怪兽造成伤害 自己就能恢复生命值 这就没办法了 只能发动欧皇buff 城之内不愧被称为赌狗 牌组中全是赌博卡 召唤漆黑的暴战士 盖上骰子卡 等着对面发动攻击 大刚发动哈迪斯的诱导询问 让怪兽攻击时 可以提升攻击力 城之内紧急叫停 先赌一下再说 发动恶魔的骰子 开稿开稿 欧皇属性不灵了 暴战士白给 并且因为冥界的司法审判 大当的生命值开始反超 城之内眼看情况不妙 神抽天使的骰子 召唤若鸡怪兽 发动天使的骰子 给我继续搞 城之内懵了 幸运女神今天好像不在家 大刚发动统领能力 削减一千生命值 再次除外对面怪兽 并且抽到了人手一个的贪婪之虎 就在这时 城之内不信邪 再次发动赌博卡 一元硬币 游戏开始简易解说 就是猜硬币 猜中就能翻盘 搞起来 没办法了 召唤炮灰高羊开始狗 这时大刚再次发动融合 又是一千五百分以下的怪兽 城之内很无奈 竟然有人牌组中低功灌兽比他还多 而城之内因为赌博卡 没猜中就不能抽牌 四只炮灰高羊 两回合全灭 赌狗开始绝望 三次都赌输了 让他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时小伙乃亚来了 宣布这场决斗无效 原来刚才是大刚动了手脚 才让城之内赌输 大刚还想狡辩 乃亚立刻呵斥 准备要送走大刚 但城之内表示要继续 知道没被幸运女神抛弃 他又要开始了 神抽 贪婪之虎 继续神抽 两张魔法卡 召唤牌组统领上场 并且发动装备卡 燃烧之剑 而因为要发动燃烧之剑 需要献祭一只怪兽 来了来了 发动苦涩的抉择 游戏继续解释 抽两张卡让对面选 选中怪兽卡就当场召唤 如果成功的话 火焰剑士攻击将提升到3200 攻击怪兽就可以赢得胜利 这他瞄是翻盘神卡呀 城之内高举两张牌 开始吧 大刚想选右边的牌 城之内自信的表情 城之内不愧纯纯的毒狗 将哥布林工程队当作祭品 火焰剑士瞬间变得金光闪闪 城之内立刻下令攻击 这怪兽卡都能说话了 至此武巨头失败了三个 城之内获得胜利 而剩下的武巨头更加的卑鄙 眼看硬骨头不好看 竟然挑上了软柿子 镜香居然被人盯上了 是武巨头之一的机械男 还是因为缠少女的身子 所以竟然找个弱女子决斗 幸好旁边有两个壮汉 但这个机械男比较膨胀 居然提出要一打三 几人本想给他上一课 奈何有个不会打牌的镜香 召唤个800弓的怪兽 还他们要采取攻击状态 两个壮汉一脸懵 本田为了保护镜香不被攻击 召唤了本命英雄 郁佳十分无语 有两个送人头的队友 这可咋玩 机械男立刻召唤怪兽 果断开火镜香 击破弱击怪兽 并且机械男还有统领能力 舍弃三张机械族怪兽 就能对三人发动地图炮 一人来上那么一炮 就可以造成500点伤害 而镜香头比较挺 继续召唤怪兽攻击表示 轮到机械男 献祭怪兽召唤机械王 效果是场上每一只机械族 就提升100攻击 继续开火镜香 危机关头 本田挡下攻击 愈加更加无语 队友居然抢着送人头 机械男还没完 继续开地图炮 有了之前的教训 坑队友终于让怪兽守备了 众人召唤了一排排怪兽 准备组成铁桶防御 机械男也就在等这一刻 发动机械工厂 令厂上所有怪兽转化成机械族 看几人不太会玩 于是就口糊了一波 因为变成机械族会下降500攻击 而自己的机械王则能上升攻击 然后又给机械工厂编个效果 再提升500分 接着发动魔法卡短路 强行改变场上怪兽的状态 三人毕竟经验少 不太会给自己编效果 机械男果断开炮镜香 柿子还得挑软的念 就在这时本田顿武 让牌组统领上场 替镜香挡下攻击 并且发动统领效果 覆盖了最后一张卡 给二人留下翻盘的希望 本田不愧是真男人 交代完一言后 随着机械男手指向下 本田掉入火海 只要效果编得好 就是小白也能赢 随着本田牌组统领被毁 愈加触发队友寄天buff 发动本命次元分析骰子 并将场上的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大力金刚 接着牌打到一半 就玩上了骰子 怪兽要在次元骰子上进行决斗 致骰子触发效果 愈加开始编效果 奥斯卡攻击力翻倍 机械男也开搞 但毕竟这是人家的领域 所以攻击力降低一千 愈加一个骚气的动作 机械男趁着烟雾大 一下子抽了两张卡 并且召唤牌组统领亲自上场 发动魔法卡 废铁再生工厂 效果是让目的中的怪兽与它融合 于是出现个变形金刚怪兽 它叫完美机械王 效果异常强悍 每一只机械族提升五百分 并且还能把自己也算上 总共提升两千分 还有自己之前编效果的卡 再提升五百 这攻击力比神都高 继续开搞 又是负面效果 攻击力减半 愈加感觉有希望 但毕竟不是城之内 反被降低了一千攻击 大力金刚被消灭 但机械男感觉不够解气 开始炮轰郁佳 小伙被打懵了 另一只队友还派不上用场 一直在闭眼沉思 突然城之内三人来到 镜香瞬间变脸 之后开始回忆杀 再加上本田的献祭Buff 牌组统领开始说话 指挥镜香打牌 并且发动统领能力 将两只怪兽融合 召唤真德女武神 并且因为本田遗留的怪兽 攻击力再度上升四百分 太过分了 都输了怎么还在场 眼看攻击力还是不够 游戏看到本田覆盖的牌 于是提点二人 郁佳一点就透 先舍弃两张牌 然后给牌组统领编个效果 能翻看别人覆盖的卡 是锡金属灵魂 郁佳赶紧开边 能提升融合怪兽一千的攻击力 机械男表示完赖 那牌怎么看也跟融合没关系啊 镜香不给对面反驳的机会 只是女武神就冲了上去 虽然攻击力相当 但游戏开始解说 因为对方是牌组统领 所以击败牌组统领就算胜利 不过机械男虽然消失了 但本田却回不来了 与此同时 一只长得像本田的猴子 睁开了眼睛 海马的欧豆豆又被抓了 就在刚刚 附身了本田的舞巨头 跳出来袭击社长 社长也是硬气 不打牌该打人了 可惜没打过 突然一只猴子窜出 配合城之内一脚踹飞 本田眼瞅对面人多 于是骑上骚气的摩托 就这样 欧豆豆再次被抓 就在这时 社长也逃了辆摩托追了上去 而刚才的猴子 则被镜香收养 社长摩托骑得正嗨 还嗅了一波杂技 奈何功夫不到家 发生剧烈爆炸 渤海中走出一个风衣男 表示要和社长打打牌 社长想了想 这篇章他还没打过牌呢 于是开稿 欧豆豆的示意会再说 挑选龙族霸王作为牌组统领 因为对面穿了个风衣 可以隐藏自己的牌组统领 社长还是那个社长 表示要横推对面 话说看着眼镜与耳朵 加上绿色的靴子 还看不出来吗 社长召唤枪龙攻击 一口老水 喷灭对面怪兽 但因为特殊效果 社长要丢弃两张魔法卡 风衣男发动神志恩惠 抽牌可以恢复500生命值 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社长又打算玩病毒战术 覆盖连锁病毒 并且下达攻击指令 风衣男在这时发动陷阱卡 给社长戴上痛苦面具 因为戴上面具看不清 所以攻击的是自己的怪兽 社长开始冷笑 连锁病毒战术又来了 但是被风衣一个眼激光破坏掉 社长配合地露出惊讶表情 没错 是人造人电子机器人 可以封锁社长的陷阱卡 但社长耍赖 因为刚才有段回忆杀 社长再次让枪龙发动攻击 破坏对面怪兽 是电子狐 效果是破坏场上所有怪兽 并且抽五张卡 有怪兽卡就当场召唤 我靠 是个护士 轮到机器人 先回口老血 然后给自己带个柯南同款手表 可以麻醉怪兽 下降其攻击力 接着发动护士莉莉的特殊能力 付出2000生命值 一口气将攻击力提升到3400 你敢想象吗 怪兽卡居然可以上天 紧接上级 莉莉攻击提升到3400 给社长的怪兽进行打针 社长表示他也要 接着机器人发动赛贝克祝福 恢复自己生命值 接着又开始耍赖 又召唤指怪兽守备 社长忙着抽卡没注意 守备怪兽结束回合 又轮到机器人 抽卡恢复生命值 接着将守备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能上天的怪兽 接下来发动莉莉的特殊能力 继续给怪兽打针 但因为有骚效果 可以再次复活 机器人发动非常实 吃掉一张魔法卡 恢复1000生命值 游戏这边发现了猴子是本田 然后赶到了现场 社长一看来了观众 他要开始秀了 发动大风 破坏所有的魔法陷阱卡 机器人开始现场造卡 发动刚印好的卡 王公命令 支付700生命值 让所有魔法卡失效 社长装备不成反被秀 再次轮到机器人 开始疯狂回血 接下来发动天空中的怪兽 名为卫星加农炮 这特效就消灭的怪兽 社长奇怪攻击哪来的 机器人配合的开始解释 卫星加农炮在太空 还有等级7以下 并且不会飞的怪兽攻击不了他 接下来继续编效果 每回合还能提升1000攻击力 然后打牌打到一半 开始回忆社长的黑历史 社长小时候比较邪恶 想联合5巨头推翻养父钢三郎 并且不惜诬陷自己的欧豆豆 还暴打一顿 但最后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欧豆豆还是站在了社长这边 两个小伙合力推翻养父 社长黑料被接 赶紧抽牌转移话题 召唤灵魂龙开始反击 再利用灵魂龙的特殊能力 可以强化攻击了 然后炮轰莉莉 但是没打过被破坏 但莉莉的特殊效果也没了 让另一只怪兽开始攻击 成功搞掉莉莉 轮到机器人 她又开始回血 但因为血不多 不再维持王公命令 社长的机会来了 发动贪婪的罐子 抽两张卡 之后发动统领能力 支付500生命值 就可以召唤一只龙祖 没错 就是青眼白龙 而且还是等级8的白甲 青眼白龙要上天了 随着社长骚气的意志 白甲直冲太空 口中发射白光 一口就干费老卫星 得意地发出吼叫 欧豆豆看着社长的胜利 高兴地蹦了起来 这让本就仇恨社长的小伙奶鸭 变得更加的痛恨 于是一个怀中所候 欧豆豆就再次被洗脑 社长这边也出现个通道 就地心切的社长立刻前往 而在战斗飞艇这边 下个篇章的boss跳了出来 马立刻怕奶鸭把人完没了 他也要开始搞事了 五巨头这边失败了四个 但四个老头还是缠上你的身子 于是奶鸭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让他们去挑战游戏 几个老头还感觉挺容易 全都挤在了本田的身体里 对游戏发起挑战 王阳一听说有牌打 果断挤掉小表 这时城之内的牌银也犯了 于是要与游戏联手 本田也是欣然同意 但五巨头中有个律师 提出本田的生命只要翻倍 城之内表示只要有牌打 其他的都不重要 于是打牌搞起 游戏牌组统领是诗将 城之内是火焰老剑士 而对面就比较赖皮 每回合都可以更换牌组统领 上来就发动环境魔法 是达兹的故乡 接着召唤传说中的渔夫 因为达兹故乡的效果 等级无可以直接召唤 城之内日常召唤小青龙 游戏则召唤幻兽王守备 这边的画牢刚完一回合 企鹅就要强行上线 王阳表示完赖 还真是一回合一换了 因为企鹅的统领效果 渔夫会增加攻击力 一枪就搞掉了幻兽王 接着召唤个飞剑龟守备 城之内与游戏开上了小会 他们俩要先搞达兹的故乡 城之内果断神抽 是锁链飞镖 果断覆盖在场 在召唤孔雀武的快乐女郎 王阳也想神抽稿一下 是神圣精灵 没啥用啊 那就守备表示 轮到本田回合 律师也手痒了 企鹅表示他还没打够 于是继续抽牌 看都懒得看 就让渔人发动攻击 城之内紧急叫停 发动锁链飞镖 一瞬间捆绑住渔人 强制变成守备状态 还能提升几方攻击力 企鹅因为不太会打牌 被自己人喷了一波 只能守备怪兽结束回合 轮到城之内这个骚男 在卡组中加了孔雀武的牌 发动女郎的扫帚 成功搞掉达兹故乡 城之内立刻下令攻击 女郎成功地粉碎了鱼人 小伙还想搞非见规 但防御力有点高 果断瞄准另一只怪兽 王阳想紧急叫停 可惜这技能对队友没用 小青龙砍翻对面怪兽 因为是怪兽翻转 所以肯定有效果 所以达兹的故乡又要回来 城之内居然膨胀了 贸然地发动攻击 导致刚被搞掉的达兹故乡 再次回到本田手里 小伙果断向王阳道歉 王阳表示问题不大 看老子神抽 本田这边还在想美事 打算用死者苏醒复活于人 王阳立刻开始打脸 先召唤神卡上场 然后发动手牌抹杀 企鹅都被吓了一跳 城之内直呼666 轮到本田回合 律师抢着打牌 成功上线本田身体 抽卡 上来就要发动统领能力 城之内被吓尿 支付1000生命值 除外对面所有怪兽 并且一只扣除500生命值 接着召唤律师的秘书 眼镜可以发出激光 城之内被洞穿 只剩1200生命值 本田冷笑还没完 利用飞剑龟弹射秘书 城之内又挨了一脚 生命值到了三位数 于是开始锁血 站起来想发动嘴炮 但对面根本不理他 发动物质祭坛 游戏开始解释效果 三回合之后 可以将仪式卡加入手牌 城之内要开始反击 召唤火箭战士 再发动统领效果提升攻击力 成功击破飞剑龟 而本田反手就是一张魔法卡 复仇牺牲 可以将火箭战士当作祭品 召唤机械王 城之内无奈让王样准备口糊 王样想接手 但奈何手牌不好 于是当场硬卡 抽卡 因为不想硬卡太明显 还给四星怪兽编个效果 除去墓地中的斩龙战士 特殊召唤四星怪兽 然后果断将其牺牲 召唤2200攻击的魔导龙 但攻击力比不过机械王 城之内心想王样该口糊了 吃瓜群众也不理解 小白都能看出来是陷阱 但王样很自信 对面继续轮换 牌组统领机械难登场 抽卡姿势很是嚣张 城之内安慰自己 王样会口糊没大事 本田看了眼王样牌面 立刻印出一张大风卡 破坏掉王样的审反 然后嘴炮嘲讽王样 王样也是少有的示弱 城之内彻底慌了 你口糊技能丢了吗 还是蓝不够啊 五帝龙又出现了 就在刚刚 本田以为识破了王样的战术 城之内也是慌的一批 果断让机械王开火 王样小嘴一脸 涂了几层眼影宣布本田中击 因为魔导龙的特殊效果 使用一张魔法卡就提升200攻击 王样下令反击 闭口激光干费机械王 手指前方在边效果 相差100攻击 却要扣人家500生命值 不过这还没完 吃瓜群众开始分析 因为刚才城之内场上没有怪兽 被攻击就会输掉比赛 而王样则成功地吸引了对面的火力 这波王样在大气层 城之内侥幸捡回条命 本田因为表现不佳 五巨头又要换人了 城之内召唤小豹子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王样 终于可以开炮对面 魔导龙一口老火 本田大喊人换早了 王样在召唤巨盾守卫结束回合 社长此时一个人在逛街 发现了一个房间 想先看回电影 但好像是个纪录片 原来乃亚是钢三郎的亲儿子 并且早已死去 社长一瞬间头皮发麻 那跟我说话的是鬼吗 社长无奈带着疑问离开 本田很得意 发动贪婪之狐 再抽两张卡 王样抓住机会 因为是魔法卡 所以魔导龙会提升攻击 本田稳如老狗丝毫不慌 召唤爱打针的护士莉莉 城之内表示要让莉莉给她洗脚 王样看着也想要 但本田反驳莉莉是她的 并且开始自残 支付2000生命值 提升莉莉3000攻击率 一管针头插没魔导龙 接着发动赛贝克祝福 给予对面损伤就可以回血 接着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菜市原罪的城之内 她还没开始抽卡 本田就发动陷阱卡 超重力网 等级4以上的怪兽不能攻击 城之内想口胡 因为机器人在场陷阱卡不能反动 本田表示口胡对我没用 我这个机器人不针对自己的陷阱卡 轮到城之内抽卡 居然也是电子机器人 果断召唤上场 来个一眼还眼 破坏超重力网 本田还是不慌 2400分也打不过莉莉 城之内膨胀早了 这种时候还得看王样 用黑话提醒城之内 小伙瞄懂 因为莉莉只能提升攻击力 发动封印攻击 将莉莉改为守备状态 机器人这次不用演激光 改用电波攻击 成功摧毁莉莉 轮到王样 因为场上有祭品 立马召唤黑魔导老婆 一个光波洞穿本田 王样结束回合 本田这时开始冷笑 因为到了三回合 物质祭坛启动 武巨头也果断完赖 将牌足统领作为五种属性 果断召唤五帝龙 这是场疯狂硬卡的战斗 随着游戏结束回合 物质祭坛随之发动 可以将邪龙复活仪式加入首牌 需要献上地水火封案 五种属性的怪兽 正好五巨头的牌组统领 分别对应五种属性 于是大阵发动 五帝龙登场 接着本田开始编效果 召唤回合不能攻击 但可以破坏场上的所有卡牌 并且地水火封案属性的怪兽 对它造成不了伤害 吃瓜群众都直呼过分 轮到城之内 抽卡 闭口气覆盖了三张牌 然后召唤牌组统领上场 小伙要开始拼命了 城之内表示该你表演了 王阳瞄懂 召唤诗将上场 开始拼命吧 本田稳如老狗 认为这俩个怪兽口糊也没用 王阳表示要给他们上一课 先开始硬卡 连融合牌都不给对面看 就让诗将与火焰剑势融合 召唤2200弓的黑炎骑士 因为是硬的卡 所以它有速攻效果 所以它要进攻五帝龙 本田疑惑为什么生命值没有归零 王阳解释 攻击的怪兽攻击力 比它高就无伤 并且还有第二个效果 当被破坏时 就可以召唤幻影骑士 本田无奈 你它喵还真能硬啊 我靠 难道它你也要变效果 王阳表示那当然 不知道老子口糊吗 幻影骑士提起镰刀 就冲了上去 五帝龙开始反击 王阳果断开边 第一是战斗不会被破坏 第二是能免伤 第三是受到的攻击力 会加到自家身上 这它喵效果砍谁砍不赢啊 王阳这时想起监视 赶紧解释幻影骑士是光属性 不给本田任何反驳的机会 哈哈哈哈 见识了老子的硬卡与口糊吧 我靠 怎么生命值没有归零 是啊 为什么 本田开始大笑 老子也造了张卡 支付一半生命值也可以免伤 你小子学得挺快啊 本田冷笑还没完呢 给五帝龙续个效果 被破坏可以召唤狂暴火龙 攻击力三千五百 突然幻影骑士解体了 城之内疑惑了 王阳解释效果太逆天 怕被封号 吃瓜群众不淡定了 这样下回合两人会出事 城之内丝毫不慌 继续给王阳打气 王阳发动魔术帽子 并且开边统领效果 给火焰剑士也戴上帽子 二人以为可以狗一回合 但本田不能再让王阳恐怖了 表示火龙可以一回合攻击四个目标 这他描述量都是正好的 两人这回合必没一个呀 本田发出寡妇时的大笑 他要先搞掉王阳这个硬卡机器 狂暴火龙开始攻击 就在危机关头 城之内让火焰剑士保护士将 根据有烟无伤定律 士将与剑士存活下来 士城之内发动了一元硬币 怪兽攻击低于一千则免伤 本田没招了 只能结束回合 火龙攻击力随着回合结束下降 城之内乐了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看我神抽 发动骑士称号 可以将黑魔导变成战士族 就这样士将换了身衣服 并且开始破釜沉舟 将火焰剑士的攻击 全部加到士将身上 本田被吓尿 攻击力超了呀 关键时刻还得是城之内 王阳果断下达攻击指令 王阳帅气一指 因为是排组统领 所以你们输了 但对面输了不认账 想要强行抢夺肉身 这时奶亚声音响起 带走了本田 几人出现在奶亚面前 还恬不知耻地想要再彼此 奶亚这时也说出事情 就算赢了也不会回归现实世界 然后五巨头就这样下线了 这时社长坐上逃来的白驾火车 正是面对关卡BOSS 奶亚也说出他的来历 因为是钢三郎的儿子 从小就被寄予厚望 学习各种技能 只为了接手集团 但却因为一场车祸 小伙进入冰死状态 钢三郎不想让儿子就这样没了 于是采用高科技 将奶亚的意识上传到海马集团的网络 之后就是社长兄弟被收养 他想击败社长证明自己是最好的 其实说到底还是得打牌 社长等不及了 他想要刷BOSS 于是安装牌组 将帝王海马作为统领 奶亚表示让你见识下 什么叫真正的赖人吧 这时虚空窜出一群人 游戏一行也来到最终关卡 这个绿油油的少年 就是偏张BOSS 因为社长排音比较大 他想先通关 于是打牌搞起 社长先下手为强 召唤巨大病毒攻击表示 然后又是社长的拿手绝活 死亡连锁病毒攻势 他想搞奶亚的牌组 不过奶亚这个人外号小达兹 不光怪兽效果比较赖皮 就连骚话也是一样多 正好游戏一行人也来了 于是表演开始 先是人马怪兽的特殊能力 可以显现对面的盖牌 并且能破坏掉 真是骚的一批 直接破坏就完了 看牌有什么用 人马怪兽击破巨大病毒 社长生命值开始下降 但因为特殊能力还能回到场上 并且还能扣除奶亚500生命值 轮到社长回合 开始玩上不死牌组了 召唤吸血鬼领主 社长一声令下 吸血鬼就击破人马怪兽 因为其效果给玩家造成损伤后 就可以指定一种类型的卡牌丢进墓地 轮到奶亚回合 就召唤古代人攻击表示 因为社长没有怪兽作为屏障 古代人可以直接攻击玩家 社长果断抬起决斗盘 虽然没有攻击到自己 但生命值该扣还得扣 接着奶亚覆盖张牌 然后就开始嘴炮 刚才俺的攻击厉害吧 社长表示不想听 直接跳过奶亚回合 因为吸血鬼有两个效果 被对方破坏就可以无限复活 接着召唤魔性人偶 还没等干嘛 城之内就直呼666 接下来轮到社长嘴炮 看老子怎么搞你 吸血鬼刚要发动攻击 奶亚就启动陷阱卡 地壳变动 简单来说就是社长要没一个怪兽 不过可以自己选择 社长果断牺牲吸血鬼 因为可以无限复活吗 小游戏看得明明白白 社长决定先给奶亚来一拳 魔性人偶一拳锤废古代人 轮到奶亚骚话继续 他将自己比作创世神 所以要发动魔法卡大洪水 只见水平面升起海啸 瞬间吞没整个场地 魔性人偶连同墓地中的怪兽全被冲走 这次奶亚开始解释了 这是牌组统领的效果 好家伙 不说都忘了你还有个牌组统领 是一座方舟 这下真正的天地创造决斗拉开帷幕 这是仅次于达兹的赖皮 人家有奥利哈刚 奶亚就有创世方舟 其中一个能力是收容 墓地中的卡都会被方舟收容 这下吸血鬼就无法复活 奶亚开始宣布 接下来是天地创造的七回合 社长冷笑响起 因为刚才的大洪水效果 双方场上都没有怪兽 谁先抽到怪兽卡 谁就可以捶对面 社长为了不被捶 果断发动神抽 抽到的牌看都不看 直接召唤枪龙 刚想攻击奶亚 奶亚骚话叫停 发动方舟的第二个效果 战斗阶段可以根据对方怪兽数量 召唤出相同数量的怪兽进行守卫 枪龙发射攻击 吸血鬼张开怀抱迎接死亡 但因为枪龙的能力 还是可以扣除生命值 小游戏表示这效果不是一般的赖皮 就是就是 但社长依旧稳如老狗 轮到奶亚 宣布是天地创造的第二回合 只见洪水退去 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奶亚表示现在是恐龙时代 为了应景她要召唤极龙 一口咬死 啊不 仍飞枪龙 而因为极龙效果社长不需要扣生命值 奶亚有了些优势 开始手指天空回忆过去 因为她的意识存在于电脑 所以掌握到很多知识 包括地球的变化与宇宙的形成 她都辽若指掌 还没等吹完 社长立马叫停 表示和我有什么关系 打牌最重要 一开始的钢三郎很爱这个儿子 但后来因为在虚拟世界中的奶亚 掌握了许多的知识 思想开始变得奇怪 从而引发了钢三郎的忌惮 也顺势造成海马兄弟被钢三郎收养 而社长也就是针对这一点 开始疯狂嘴炮奶亚 但奶亚毕竟是both 不打到最后心态不会崩 于是天地创造第三回合开始 奶亚宣布天地创造三回合开始 社长表示你当我傻 想跳过老子回合吗 是贪婪之虎 看来是牌不够了 社长发动牌组统领能力 光属性的怪兽可以减少一只祭品 于是一刺猿龙登场 并且一口气覆盖三张牌结束回合 轮到奶亚神抽 表示要在这回合解决社长 发动魔法卡天爱振兴 光束直冲天际 换来大批雨时 净直砸落地面 一刺猿龙被砸倒 掀起大量烟尘 因为卷起的烟尘遮蔽住了太阳 所以地表迎来冰河时代 恐龙也无法生存 游戏等人直呼掌知识 并且因为天爱振兴双方生命值减半 接着奶亚发动冰河时代的暴走 特殊召唤牌组中的地属性怪兽 是最后的长毛像 社长表示老子玩的是不死牌组 一刺猿龙无法在战斗中被破坏 刚想说两句 奶亚立刻打断 因为长毛像的特殊能力 可以将损伤转移到玩家身上 社长立刻发动破坏轮 破坏怪兽双方受到同等损伤 接着社长发动防御轮 这下双方都进入风中残竹阶段 轮到社长回合 小手一加就要在这回合搞掉奶亚 将一刺猿龙转换成攻击状态 接着丢去手牌中的雷龙 因为其效果可以将两张同名卡加入手牌 接着社长发动龙合 召唤双头雷龙登场 接着发动魔法卡速攻 奶亚发动方舟效果 召唤怪兽作为壁垒 社长开始大笑 表示胜负已定 发动陷阱卡龙的逆龄 这样超过守备力的数值 就能扣出对方生命值 社长一个诡异的姿势 一刺猿龙就开火 成功轰掉吉龙 奶亚生命值降到400 社长刚想发动最后一击 奶亚发出冷笑 空间中掉出个龟瓶 没错 欧豆豆又被洗脑了 让你刚才搞我心态 老子这就以牙还牙 来呀 你要发动攻击 就是打自己的亲弟 这下就连小白都能看出 错过这次机会 社长再无翻盘可能 但社长毕竟是地空 只能结束掉回合 奶亚这时依然在嘲讽 并且用欧豆豆继续搞社长心态 社长苦不堪言 轮到奶亚的天地创造四回合 他要给方舟边第三个效果了 社长狼狈地在挨揍 城之内竟然直呼过瘾 就在刚刚 奶亚控制了欧豆豆 强迫社长不能发动攻击 并且发动方舟的第三个效果 根据收纳怪兽的数量 一只可以恢复500生命值 这他喵确定不是你没血了 现边的效果吗 这下双方生命值形成鲜明队 接着奶亚发动黑洞 破坏场上的所有怪兽 而社长现在是投鼠机器 就在这时游戏开始发生 你他瞄想想我之前 和城之内的战斗 老子是怎么唤醒他的 社长瞄懂 这需要一张与欧豆豆有羁绊的卡 此时社长场上没有怪兽 那就再回来吧 不死小强龙 转换成守备状态结束回合 轮到奶亚的天地舞回合 环境再次发生变化 冰河时代过去 该进入 我靠 这是直接不入现代了 海马集团映入眼帘 奶亚表示要用海马集团埋葬社长 召唤超时空战机 四星怪兽这逼格也是够了 接着装备旋风雷射 攻击提升到1500 还没完 奶亚又塞了张卡 但战机好像没什么变化 于是奶亚开始编效果 战机攻击力永远比对面高100 并且超出守备力的数值 给予对面损伤 这效果听着真耳熟 奶亚你不愧是小达子啊 雷射炮发射 小强龙被破坏 社长掉了100生命值 这时奶亚开始嘲讽 因为小强龙可以无限复活 所以他要这样慢慢折磨社长 城之内直呼解气 轮到社长抽牌 但神抽刚才用完了 社长只能结束回合 奶亚继续嘴炮 赖人啊 你不洗牌的技能哪去了 社长也是坏 闭上眼睛不回答 只是用钢三郎刺激奶亚 奶亚一听瞬间破防 看老子怎么捣死你 现在是天地六回合 召唤一只不知名怪兽 可以复制超时空战机 并且拥有一样的装备能力 雷射炮再次开火 小强龙表示无奈 老子一举死了多少次 奶亚表示还没完 你还得再死一次 开炮 小强龙再次死亡 而且这次社长直接被崩飞 这狼狈的模样 生命值仅剩400 城之内直呼666 让你没事嘲讽我 社长勉强站起身 被对着开示嘴炮回击 气得城之内让奶亚往死里揍 奶亚呲牙一笑 交给我吧 他要在这回合搞掉社长 社长与欧豆豆都被实话了 就在刚刚 社长被奶亚一顿暴走 宣布要在这回合击败社长 但小游戏看不下去了 发动嘴炮神技能 成功刺激到了欧豆豆 奶亚很惊讶 嘴炮真管用啊 这时社长也开始了 让欧豆豆发动回忆杀 在社长小时候 被刚三郎疯狂军训 就在社长类趴下时 欧豆豆送给社长一堆怪兽 社长一看就笑了 并且最后有一张手绘白甲 这正是社长与欧豆豆的羁绊 而且看到这就明白了 当初贝卡斯为什么要搞欧豆豆 这是枪行啊 于是社长抓住机会 直接跳过奶亚回合 抽卡 神抽了 但还是要假装瞄一下 发动统领效果 让小强龙当作祭品再死一次 召唤青眼白龙 欧豆豆直接喊了出来 接着又是回忆杀 欧豆豆瞬间摆脱控制 果断离开奶亚 社长也开始玩赖 一只白甲消灭两只怪兽 奶亚还没反应过来 游戏立刻帮海马填坑 因为是复制怪兽所以也得没 但奶亚稳如老狗 因为方舟效果 每回合都可以恢复大量生命值 吃瓜群众直呼完赖 奶亚抽卡 突然社长发出野猪式的嚎叫 游戏继续填坑 跟生命之无光哦 这是一维一帧男人大战 社长选择的是白甲 奶亚则选择方舟 社长赌上全部发动最后一击 方舟碎片洒落地面 但奶亚丝毫不慌 烟尘中出现一道身影 是六亿天使客串了吗 不过颜值有点拉扎呀 随着奶亚一声令下 天使攻击发射 洞川青眼白龙 社长也被打倒 奶亚开始说明 现在是天地创造七回合 这是他排组统领的真正面目 天解王西奈特 换句话说就是他编的第四个效果 与西奈特融为一体 而社长也就此败北 这时候豆豆跑了上来 地空的社长露出笑容 而就在兄弟二人要触碰时 奶亚还在说风凉话 嘲讽社长与欧豆豆的兄弟情 小游戏看到这就怒了 于是呼叫带恋 王样登场 表示要和奶亚玩黑暗游戏 这应该是王样最狂的一次 随着社长的败北 兄弟二人都被实话 王样果断站了出来 表示其实是社长赢了 前一回和社长场上有不思小强龙 如果选择他作为决斗的对象 只会以平局收场 而社长之所以召唤白假 只是为了唤醒欧豆豆 帮社长员过去之后就开炮奶亚 捡起社长的卡组 表示要继承社长400的生命值 与7400的奶亚继续这场决斗 并且将社长排组与自己的混合 说到底就是看了半天 排饮饭了 找个理由开始打牌 搞起搞起 奶亚依旧赖皮 面对400生命值的王样 他还要重新组卡 而好消息是面瘫出来后 方舟效果也没了 但王样此时没有守牌 场上也没有怪兽 所以他需要抽一张怪兽卡 看都不用看 召唤幻兽王开始狗 轮到奶亚抽牌 可见奶亚不会硬卡 只能用面瘫发动攻击 招式名相当霸气 名为六道轮回 一个光圈夹碎幻兽王 我靠 守备状态生命值怎么减少了 奶亚又开始颠了 面瘫破坏怪兽时 就会减少玩家一半生命值 并且能加到自己身上 城之内直呼赖皮赖皮 奶亚骚话继续 疑惑王样为什么要帮来人打牌 王样表示不允许 有比我赖皮的人存在 依然是想什么来什么 抽卡直接守备 奶亚小手一家开始抽牌 看来是神抽了 他要在这回合搞掉王样 召唤圣灵鸟攻击表示 并且又是一招六道轮回 居然是炮灰箭矢 而且一箭砍翻攻击 王样果断开边 高于1900分怪兽 无法破坏炮灰箭矢 奶亚懵了 之前这炮灰可没少死啊 无奈发动元素之拳 场上怪兽回到手牌 就能恢复500生命值 之后场上怪兽说回就回 因为怪兽回到手牌 所以元素之拳启动 奶亚恢复500生命值 城之内好奇 为什么怪兽会这么听话 王样开始展示学问 他听说过圣灵系列的怪兽 无法用特殊召唤上场 而且一回合之后 就要回到手牌 换句话说就是 奶亚换了种方式回血 轮到王样抽卡 看起来好像神抽了 果断召唤上场 轮到奶亚 召唤阿修罗怪兽 千只小刀直插炮灰 接着阿修罗还有特殊效果 消灭怪兽后可以再发动攻击 奶亚自信地下达攻击指令 阿修罗花样扔飞刀 王样小嘴一脸开始冷笑 守备怪兽是电子弧 可以破坏全场怪兽 而奶亚现在与牌组统领融合 自然是无法信念 城之内直呼666 就在以为能击败奶亚时 他又给统领编了个效果 奶亚又开始编效果了 就在要被破坏时 一个空间扭曲奶亚就消失了 看得众人这个无语 突然面瘫从空间中掉出 还有与他解体的奶亚 王样表示真好 还能再打一回牌 奶亚满头大汗 老子这是冒着生命危险陪你玩啊 他给牌组统领编了第五个效果 在要被破坏时 可以立即退出决斗 代价是无法再上场了 这让王样看见了希望 因为电子弧的效果可以抽五张卡 有怪兽就可以召唤上场 好了 小达知道你召唤了 奶亚咬牙切齿 圣灵怪兽是无法特殊召唤上场的 于是王样要开始秀了 将场上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而因为小精灵的效果 王样一个帅气的翻卡 将巨盾守卫加入手牌 而他要召唤的就是 本命怪兽黑魔倒 奶亚终于慌了 现在他的场上没有怪兽 王样果断下令 诗将给我搞他 奶亚被打飞跪倒在地 并且生命值下降到五千六百 王样开始膨胀 表示身为灵魂要有灵魂的觉悟 他要将奶亚的灵魂解放 奶亚急了 老子陪你打牌 你却要老子的命 抽卡 发动魔法卡来试 画面上出现黑魔倒 效果是可以召唤 与黑魔倒星际一样的怪兽 奶亚召唤的则是八旗大蛇 攻击力二千六百 王样蒙了 这东西攻击力能有二千六百 这他们要是你现应的吧 奶亚怒吼那又怎么样 八旗大蛇口吐红光 诗将想正面迎击 结果被干碎 这下王样要锁险了 因为圣灵灌兽一回合要回到手牌 所以奶亚的血池再次发动 再度提升生命值 奶亚嘴炮启动 看你那风中残烛的生命值 而王样看似慌张 实则稳如老狗 看我神抽 是神卡 接着发动光之护封键 狗活专用卡 然后召唤力神球登场 给我咬他一口 害他喵真咬 奶亚以为王样是在垂死挣扎 但王样却是在拖延时间 研究怎么口呼比较合理 召唤巨盾守卫结束回合 奶亚闲得无事 只有守备怪兽打发时间 现在护封键已经过去两回合 王样继续抽卡 还差一张口呼排 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奶亚以为胜券在我 刚想说两句 吃瓜群众们开始发声 王样回头看去 城之内就直呼666 奶亚听得烦不胜烦 我让你溜 郁佳被变成石像 奶亚大笑批错人了 而城之内则继续666 而奶亚此时像不怕死一半 开始嘲讽游戏与伙伴的友情 而众所周知 在王样面前提有情 那就是逼他硬卡神抽架口 三只魔法师铜瓶 就问你怕不怕 奶亚发动命运适中 强行结束掉光之护封键 之后召唤龙女 龙女的效果可以改变怪兽状态 将栗子球变更为攻击状态 王样瞬间慌了 而奶亚也趁机甩来 将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进行了二次召唤 还是八旗大蛇 栗子球头一次被吓尿 奶亚认为自己赢定了 攻击罢大蛇 力神球就此退场 但是根据有烟无伤定律 王样依旧毫发无损 原来是刚才发动了陷阱卡 体力增加剂 在要受到致命伤害时 立刻增加玩家4000生命值 再扣除刚才的损伤 王样还剩1800分 王样笑了 风中残竹不是那么好灭的吧 奶亚开始大笑 他要搞王样心态了 从天而降的闪电劈中本田 又一个同伴变成石像 然后是统领能力的回血 再加上赛贝克的祝福 与圣灵怪兽和血池的组合 奶亚生命值飙到11000分 但王样眼中充满斗志 召唤磁石战士伽马 继续进攻 奶亚纹丝不动 表示血后随便砍 王样气得咬牙切齿 轮到奶亚回合 依旧是圣灵怪兽 月球上倒腰的兔子 可以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一锤子砸中王样后腰 并且再次回到手牌 王样抽卡 先覆盖张牌 然后将磁石战士当作祭品 召唤黑魔倒老婆 只能结束回合 奶亚再度手指天空 而这次搞的是镜香 城之内直呼呼 奶亚接着召唤导妖兔子 而王样也就在等着一刻 发动黑魔族复活之关 将导妖兔子与巨盾守卫陷阱 然后王样一个骚气的姿势 黑魔倒就从棺材中爬出 老婆还打了个招呼 奶亚盖上张牌结束回合 轮到王样潇洒一指 看我印卡 没错是印卡加神抽的表情 发动混沌黑魔术仪式 将合计八颗星的怪兽当作祭品 出来吧 打败过上一个boss 混沌黑魔倒 场上三魔奇具 攻击总和7300 翻盘在此一举 这是游戏王中的名场面 一万生命值犹如风中残竹 而一百生命值是纹丝不动 就在刚刚 王样的三大魔倒同时登场 王样一声令下 三重黑暗魔术发射 但奶亚早有准备 发动陷阱卡混沌环境 可以让对方低功与高功的怪兽相互战斗 于是老婆被荡成挡箭牌 并且强制结束战斗阶段 突然奶亚送给游戏掌声 小伙子你很强 跟我干吧 保证你能吃上四个菜 并且可以将伙伴恢复成原样 当然除了海马兄弟 而就在王样思考时 城之内不在666 表示让王样将打牌贯彻到底 不能因为我们不打这局牌 你忘了我们的打牌精神了吗 王样被感动了 但奶亚却很失望 让你坏我好事 性子看着十项之内 眼含泪水开泡奶亚 你这种不专注打牌的渣渣 你根本就不配打牌 奶亚被说到破防 于是想继续打牌证明自己 但王样不给奶亚回合 直接让混沌黑魔导攻击 击破守备怪兽 是龙女 因为其特殊效果 可以将黑魔导改成守备状态 接着奶亚发动陷阱卡 将龙女再次召唤上场 这下轮到奶亚结束王样回合 发动魔法卡变形 先将黑魔导控制住 然后就被当作祭品 召唤了最具攻击力的火男 接着奶亚口袱装备卡 将攻击提升到3000 到达亿万生命值 并且口狐火男不用回到手牌 接下来轮到杏子 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变成石像 王样痛彻心扉 他想不出口狐掉奶亚的理由 场上没有怪兽 手牌也没有半张 就在王样要放弃时 小表伸出温暖的双手 将王样重新拉起 接下来两人来到心灵房间 伙伴们相继出现在这里 没错 这就是王样发明的幻想杀 于是社长也出现了 想不出口狐的理由 那就由我们大家一起想 王样重拾信心 他又站了起来 抽卡 接下来就是印卡的巅峰之战 因为是六个人一起印 一万生命值被秒杀 就问你怕不怕 因为刚才的幻想杀 王样开始神抽 现在手中没牌 那就发动天赐的宝牌 决斗盘上出现无数之手 伙伴们相继出现 递给王样他们刚印好的卡 就这样凭空印出六张卡 王样宣布自己赢了 第一张死者苏醒 复活青眼白龙 第二张融合 换出手牌中的两张白架 然后让三只白架进行融合 召唤青眼究极龙 第五张 接着第六张 也是最后一张融合解除 解除究极白架的融合 乃亚大惊失色 随着乃亚被击败 众人都恢复原样 海马与欧豆豆也相拥了 输掉比赛的乃亚开始反思 社长为了拯救欧豆豆 故意走上败北之路 而继承社长意志的王样 因为有情罢富的加持也赢了 孩子开始怀疑人生 因为自己始终是孤单一人 想着想着孩子走进了牛角尖 王样此时也走到乃亚身前 而此时的乃亚已经陷入疯狂 要抢夺王样的身体 就在要施法时 千年神器与石板相继出现 乃亚懵了 接着她又看见了三千年前的王样 三千年的排王 岂是你能夺舍呢 被奔飞的乃亚不敢相信 接着众人赶来 让乃亚放他们回原来的世界 因为之前众人失去意识 乃亚通过机器人将他们放进游戏舱里 现在众人都在舱里沉睡 突然天空被紫色乌云笼罩 天空中出现个钢三郎 原来当时钢三郎在死前 也将意识传送到电脑上 他一开始想让乃亚继承集团 但毕竟出了意外 之后他收养了社长 目的是让乃亚借助社长的身体复活 但却被而识得社长反江义军 之后乃亚就被钢三郎利用 变成复仇海马的道具 并且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卫星 这也是之前乃亚的想法 动用海马集团的财力与武器 可以瞬间毁灭世界 得知真相的乃亚带众人来到出口 但电脑已经被钢三郎封死 于是乃亚忽悠众人 将众人分开 并且与欧豆豆单独相处 趁机夺取了欧豆豆的肉身 就这样 乃亚借助欧豆豆复活了 与此同时 社长独自面对钢三郎 养父子二人说了很多 但归根结底一句话 那就是打牌定生死 打牌输了还要搞事 乃亚夺取了欧豆豆的身体 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要启动飞弹 想要毁灭所有人 而这边社长又打上牌了 面对养父钢三郎 但这个老头手上 居然有黑暗大法师 社长直接被吓尿 这是当年把他 打到怀疑人生的卡 而且这次钢三郎开始玩骚的 将五张手牌 全都送入墓地 接着发动大法师的契约 当黑暗大法师在墓地集齐 再支付2000生命值 就可以召唤 黑暗大法师的亡灵 也就是黑色的大法师 并且他是不死之身 每次攻击后 还会提升1000攻击力 社长打算用陷阱卡搞掉他 但钢三郎也会编效果 大法师每个部位 拥有不同的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 魔法陷阱怪兽效果 都无法破坏 这让社长懵了 这比正常大法师都折磨人 而此时的奶鸭刚坐上直升机 就在想要离开时 哦 痘痘的回忆杀启动 奶鸭这孩子幡然醒悟 想回去阻止飞弹发射 但他也懵了 控制是不知道被什么人砸了 没错 就是这个人 下一个篇章的Buffman立克 想在奶鸭的篇章就搞掉众人 奶鸭在虚拟世界进行广播 让游戏他们逃到电玩中心 此时的钢三郎慌了 还是奶鸭技高一筹啊 于是他打算抢夺社长身体 但社长排音比较大 嘴炮阻止了钢三郎 身为打牌人 排局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停止 钢三郎也不愧是他的养父 都快没命了也要陪社长打牌 与此同时经过奶鸭的操作 众人都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游戏被奶鸭拜托 在社长打完牌时带他回归 众人好奇奶鸭为什么这么做 原来是夺赦错人了 到了5800分 就在导弹要砸中你时 你还有心情打牌吗 社长的回答是有 命没了就没了 但牌不打完老子死不瞑目 距离导弹来袭还有一分钟 社长果断神抽 接着发动死者苏醒 复活魔法神灯 因为其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神灯精灵 不得不说社长打牌天赋很高 印了张专门对付大法师亡灵的牌 混粉碎 每支付500生命值 就可以除外目的中的一张卡 而钢三郎的目的只有5张卡 社长一口气全部排除 而生命值也正好够缩写 大法师攻击力变回1800 钢三郎看得头皮发麻 社长表示论打牌你还差得远 将场上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青眼大白龙 随着社长骚气的意志 链鱼头开始发波 一下子就达到了人生巅峰 粉碎了黑暗大法师 但钢三郎输了不认账 要强行夺取社长身体 是小游戏 社长一跃而下 接着两人开始生死逃亡 钢三郎紧追不舍 此时导弹已经发射 社长与游戏走投无路 乃亚一声令下 二人就开始跳楼 出口也就此出现 两人回到了现实世界 乃亚也将身体还给欧豆豆 在幻觉中他与欧豆豆告别 这时的他才感觉自己是个人 不再是一个机器 于是他回到了钢三郎的身边 乃亚要与钢三郎同归于尽 光条束缚住红色怪物 父子俩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飞艇已经起飞 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在导弹要砸中时 社长抓起欧豆豆 一把扔了上去 自己也跳上飞艇 游戏也被城之内拉住 与此同时导弹命中 钢三郎与乃亚就此消失 冥冥之中 欧豆豆听见了乃亚与他告别的声音 爆炸的余波咬住飞艇不放 就在要吞噬飞艇时 社长一声怒吼 砸中后背隐藏能源 飞艇变身战斗机 一口气冲出火海 看着变成废墟的堡垒 众人感慨万千 而乃亚篇章也就此结束 战斗城市决赛篇即将开始